这个后面说得好 有词名号是现代的本体 无量觉 一切无量 出身无尽 名号是现代的本体 修得所圆着 现修二德 原是无语 修得里头 有现德 现德里头有修德 现修相应 现修一体了 现修波尔 语言是无语 这起作用就不可思议 无量无边 那么今四十八月 并表念佛 普遍地给我们表示出 念佛法门 命运皆是福之果的 每一院里头 都还是福之果的 业业的全情无为发生 故可惜为谁发生也 发生是决定不能离开的 没有一法能离开发生 就像我们电视的屏幕 屏幕上 每一个方寸的画面 都离不开荧幕 我们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 六根接触到外面的境界 无量无边 发生在那里 要在相上能见信 就可悟了 性向波尔 性向一如啊 怎样才能见信 见色闻神 六根源六成间切 没有妄想 没有起心 没有动念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就进行了 那我们现在 为什么见不了心 我们一接触 就起分别 就执着 就到往前 这叫反复 真正做刀 不执着 那就是阿鲁汉 不分别 不执着 是菩萨 不起心 不动念 发生 他死 在那儿 在那儿修 全在 根尘时 金节上修啊 那眼睛上 二十五元通啊 二十五位大菩萨 他们怎么能成无双道 就是 六根六成六十 抓一样来修 久久 他就修成功了 大师智菩萨 他用念佛这个法门 修成功的 观音菩萨 用反文文字心意 修成功的 这两位菩萨修行的方法 就是 尽踪修学方法的根源 泛文文字心 形成 无上道 泛文 就是 常常看着自信 自信是真心 决定不能有 妄想分别职者 渗透进去 我们常常说的 心里头只装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 就对了 就这个修行方法 阿建设阿弥陀佛 文身 阿弥陀佛 全都归阿弥陀佛 所有色相 阿弥陀佛变的 所有音身 阿弥陀佛变的 通通归阿弥陀佛 就好 不要再起其他的 分别之处 这回修啊 所以 他不需要很长时间 二三年时间 他心就清净了 那七八年的时间 他心就平等了 十几二十年 他就不起心不懂你 就开悟了 就进行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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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